今天是雨水,大家春午秋冬,注意保暖 特别是雨来来的时候,蒸发会带走热量 有风有水的时候会很冷 雨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雨量增多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时候,雪化成水 其实在古人,总结的很好,其实就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水气,不管天上地下,都有水,都有那个气 这一句话就足矣,不是说一定下雨 因为冰雪消融,所以说,这个雨水季节呢 一个是水量,全国的都会增高,尤其是南方 可能要增高20%,这个温度大概就变为零度 因为雪变成水,所以说零度以上 我们以现在的标准,它也刚好是一个节点 所以说古人很有智慧,然后这个期间的15天嘛 三个屋后是什么呢? 一个是,懒祭鱼,燕北归,或者是燕归来,草木蒙洞,这个都很好懂 那时候懒祭鱼,就是把这个鱼叼上岸,就像祭拜一样 那个树懒嘛,不是,水懒,水躺 你看古人这个字,每一个都用的那么好 你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用那么形象 你说草木蒙洞,你说草木蒙洞,那不行啊,没有树啊 你说树蒙洞,没有草,你说没有花啊,草跟花是一类 所以说,你说草木蒙,蒙是蒙,蒙蒙的啊 这个雨水,我们这节课,还有时间,我们就说说 它跟西方的这个星座,是二次节气,它之间的关系 那它是从这个,不是从历春开始,而是从雨水,是双鱼座 大概是一月十九二十号左右 因为每一个节气,每一年它的星座跟这个节气 这个时间点,具体几分几秒,是以这个为准的 所以说,以前看出具体日子这些都不对 一定要懂,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比如说,他们是以白羊座作为春天的开始 那我们,中国是以立春 那这个春,代表燕虎的这个位置,恰值 而白羊座呢,它是虚的这个位置 没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它这个春分,我们立春 但是,春与精春,应该是某 就是,如果是我们是顺着转下来的 春与精春 而它们这个是逆着转的 你看,双鱼座,白羊座,金牛座 它是倒着转的 一个是太阳向山,一个是太阴向山 这个就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它应该是六合的位置 就这两个,走到这儿应该是白羊 我按中国的说法算了 但是,它就说,中国是以太阴向山 就是跟风什么水有关了 这个,它们是倒过来的 它们的春天比较晚 第一个,西方就是比较靠北天冷 它们是天真的暖和的时候 第二呢,它们这个传历法传错了 它们所谓阳历什么,什么什么都不懂 那个时候,就像圣诞节 实际上是什么 是中国的冬日 就是世界的冬日 那个时候在25号 现在变成21号 23号